金庸书中最惨的男主 妻子被公公毁了清白 妻子却向公公跪下磕头 提及金庸笔下悲惨的男主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有的人认为是天龙八部的段玉 原来段玉是刀白凤和四大恶人之手的段延庆所生 段玉一直蒙在鼓里 在天龙的末尾 段延庆和慕容父狼狈为奸之下 企图击杀段玉 刀白凤才将菩提树下 白衣观音之势和盘托出 直到此刻 段玉才知道段正纯并非自己的父亲 那丑陋又凶弱的段延庆芳是自己的生父 更可悲的还在于段玉眼睁睁地看着养父段正纯 生母刀白凤命丧慕容父之手 随着金庸发行的新修版天龙八部横空出世 读者们还会看到 段玉的神仙姐姐王羽燕竟抛弃了段玉 从头表哥慕容父的怀抱 这种求而不得的设定着实让人唏嘘 难怪有人认为段玉悲惨至极 也有人认为张无忌的经历也是可悲可叹 待他十岁的那一年 张翠山因素素纷纷自伦死在了张无忌的面前 张无忌也因为身中玄冥神长命悬一线 频频被寒毒折磨得痛不欲生 待张无忌稍大一些 他又遭遇了昆仑派的何泰冲夫妇 随后生性善良的张无忌救人一命 反而被何泰冲夫妇逼得喝下了毒酒 当张无忌逃出了昆仑派之后 他又被武裂朱长林朱九真骗得团团转 只得纵身跳入悬崖只求一死 与此同时 读者们还会发现 不仅主角有着凄苦悲惨的童年 就连主角的妻子也频频遭遇不幸 好比郭靖的妻子黄荣 他在射雕时代曾屡屡被欧阳克掳了去 欧阳克生性风流 他垂涎黄荣美色已久 幸好红旗公总能恰逢其时地赶来 黄荣这才逃出了欧阳克的魔爪 到了射雕的末尾 黄荣又被欧阳峰所掳 据原文的设定来看 黄荣竟被欧阳峰关在华山一个不知名的山洞 长达半年之久 在郭靖赶到之时 黄荣已被欧阳峰扯破了一山 书中是这么写的 黄荣叫道 不要脸 我偏不教你 欧阳峰连声怪笑 低声道 我瞧你教是不教 只听得黄荣惊呼一声 哎哟 接着吃的一声响 似是一山破裂 不少读者看到这里不想连篇 欧阳峰当年可是敢和嫂子有染 继而生下了欧阳克 如今 欧阳峰和射雕第一美女黄荣 在山洞里同居了大半年 黄荣是一个人间有物 很难理解 欧阳峰不会做出什么来 尽管一些读者响入非非 但金庸的确没有细写 欧阳峰对黄荣做了什么 不过 在后续之作《神雕侠侣》中 金庸却再次借着欧阳峰 改变了男主杨过的命运 原来杨过峰神俊朗 聪明潇洒 和貌若天仙 冰清玉洁的小龙女 本是天生一对 无奈杨过和小龙女是师徒 尽管情愫暗生 但终究不敢与越师徒关系 不曾想到 小龙女在某一深夜 和疯疯癫癫的欧阳峰大打出手 杨过赶到劝阻之后 欧阳峰决定将一身神功倾囊相授 就当欧阳峰带着杨过去远处练功时 欧阳峰暗地里对小龙女 使出了逆转经脉之法的点穴 杨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兴冲冲地跟着欧阳峰去了远处 修炼蛤蟆功 小龙女却只能一动不动地 躺在草地之上 后来发生的一幕 让无数网友至今都恨得咬牙切齿 全真教的尹志平趁虚而入 他捏手捏脚地靠近了小龙女 用一块青布蒙住了小龙女的眼睛 然后做了一件人神共奋之事 更让我们愤愤不平地还在后面 尹志平得手之后拂袖而去 练功归来的杨过却背了黑锅 他和小龙女产生了分歧 从此开启了聚少离多的灭源模式 这样看来 锦庸笔下最惨的男主当属杨过了 杨过自由丧父丧母 只能流落街头乞讨为生 好不容易遇到了郭靖 却在桃花岛上不断遭受 黄荣武士兄弟的排挤 在打伤武士兄弟后 杨过败师钟南山 却被赵志平虐得体无完肤 好不容易逃到了古墓 和小龙女相依为命 杨过却因为尹志平事件 和小龙女分道扬镳 此外 尽管小龙女丢失手工杀 是因为尹志平的蜡手摧花 但若没有欧阳峰的典学举动 小龙女又如何会被尹志平所辱 因此 小龙女示真完全失败欧阳峰所赐 但小龙女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害她丢失真结的疯老头 竟是她需要跪下磕头的公公 原来杨过在嘉兴流浪的时候 偶遇了欧阳峰 一个丧父丧母已久 另一个痛失爱子 二人真情流露之下 从此以父子相称 后来欧阳峰与红七公 在华山之殿一起弃绝而亡 杨过则和小龙女 在全真交王重阳的画像前 结为了夫妻 如此算来 欧阳峰还真的是小龙女的公公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杨过协助郭靖击毙了大汉蒙哥 替襄阳城解了燃眉之急 金庸如此写道 一行人上的山来 杨过指点红七公与欧阳峰买骨之处 黄荣早在山下买了鸡肉蔬菜 于是埋造生火 做了几个红七公生前最喜欢的菜肴 供奉祭奠 群雄一一叩拜 欧阳峰的坟墓便在红七公的墓旁 国境与欧阳峰仇身四海 想到他杀害恩师朱聪 全金发等武侠的狠毒 随事隔数十年 仍恨恨不已 只杨过思念旧情 和小龙女两人在墓前跪拜 杨过是欧阳峰的一子 又接过了欧阳峰西的位置 成了神雕武爵之一的西狂 他朝欧阳峰的坟墓跪拜 合情合理 至于小龙女 就如笔者所说的那样 他和杨过结成了夫妻 欧阳峰就成了他的公公 就算欧阳峰害他毁了清白 他也要跟着杨过 朝着欧阳峰的墓穴跪下磕头 综上杨过当属金庸笔下最惨的男主 他痛失一弊 成了一个伤残人士 妻子也被他人所辱 丢失了真结 在历经了16年的漫长离别 杨过总算与小龙女 在绝情谷谷底久别重逢 不过此时的杨过 早已两病斑白 没了往日的神采飞扬 着实让人看得唏嘘不已